这两天当我们一些亲朋好友因为跟奥密克戎亲密接触而在家里煎熬时 美国突然佛西来了对中国频频释放善意 昨天白宫官员透露拜登计划将一些中国实体企业从美国的贸易黑名单中移除 以加强与北京合作 虽然目前暂时无法确定被移除企业的具体数量 但到时候会公布详单 而在12月14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如果中国有提出要求 美国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提供应对新冠患者激增的援助 我们已经表明态度 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可以接受的任何方式帮助 他表示目前北京未向美国提出相关要求 要知道美国在疫情当中可只死了一百多万人 美洲平均还在死两千多人 现在装差装这么大是要舍己救人吗 感受到了吗 美国这颗滚烫的心身残至尖准人为乐 天涯论坛曾有人说过 美国是菩萨心肠美利坚 慈悲为怀盎撒人 我们以前可能都误解了这位大善人 美国是真见不得别人受苦 为了帮助别人解脱 他家里有什么炸弹机关枪 巡航导弹平用弹尽量送 还用GPS定位 确保爱心送到家 撒向人间都是爱 对于中国的疫情 美国这三年可是时刻挂在心上 记得吗 2020年2月5号 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骄傲地宣布 从现有资金中在拨款1亿美元 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他不但发在本人推特上 而且让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威也发了 感动不 在美国就算是一头猪 也是爱心满满 出于你而不然 但美国这骄傲的1亿美元 从此就石沉大海 蓬佩奥还把这一个女儿 取配给18个女婿 这张1亿美元支票 被列为美国国务院 全球健康项目一部分 送老挝 送越南 送柬埔寨 送缅甸 直到今天 这张皱巴巴的1亿美元支票 还没有兑现过 2020年3月20号 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专门回应过美国的炸军问题 把蓬佩奥这头猪都抽肿了 美国政府官员 在多个场合曾经表示 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 提供1亿美元的抗疫援助 别的国家是否收到 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迄今为止 中方从未收到 以美国政府名义 捐助的资金或物资 此外 美国国际开发署曾表示 要向中方提供一批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但直到3月11号 才告诉中方 已经备好了有关物资 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 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疫情在世界范围多点爆发 中方已经正式回复美方表示感谢 并请美方尽快将这笔物资 援助给更需要它的国家 翻译过来就是 1. 遇上国际诈捐老手 中国本来没有时间搭理它 但美国既然如此高调 中国再不说破 会有人误信此事 2. 中国抗议 本来就没有指望美国 少来这套 美国真有物资 就请交给更需要的国家吧 说实话 哪怕美国有一点点诚意 有一点点实际行动 以中国人的做事风格来说 不会不给美国留一点面子 但我们实在是被美国 各种诈捐表演恶心透了 不得不抽出时间正面回应 美国的脸是自己丢的 没人期盼 他能向中国雪中送炭 他不幸在乐祸就不错了 但美国非要装出一副大人大义的样子 抢占道德高地 1亿美元是大数目吗 他扔在反华势力身上的狗粮 一个月都不止1亿美元 这张支票现在变成了美国的祖传之物了 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外交部没有指出美国诈捐问题之前 网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感激替零了 写各种感恩小作文 零一毛钱都没有捡着 就要大家一起感动了 当时网上还有一大堆小作文 在吹捧一只子虚乌有的美国云华医疗队 说美国医疗队向中国四次请命 被中国拒绝 就这么持续不断地向网友灌输谎言 当原始毒株肆虐时 使中国成千上万医护人员 领为受命奔赴一线 抗击一魔 那些异想出来的感恩美国小作文 唯一作用就是要在舆论场上 消解中国医护战士的贡献和牺牲 一大波网络水军 出没于各个人民评论区 口口声声说 要代表中国人感谢蓬佩奥的援助 规划莆天盖地 接下来就是感谢特昂普 开放某种药品专利供中国使用 又骗了一波 然后吹捧某种特效药 又火了一波 美国对中国疫情最初的态度是 隔岸关火 指指点点 心中窃喜 将把疫情当成政治筹码 要挟中国 美国是第一个对中国发出旅行警告的国家 危险级别同阿富汗一样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福克斯新闻网说 中国发生的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这就是人类灯塔的嘴脸 美国是什么时候消停的 他家着火了 没法隔岸关火了 美国社会到底什么时候出现新冠病毒 导致突然大灭积爆发 到今天还是个谜 难道是病毒的快乐老家 当美国疫情火石失控 中国复工复产时 美国才对中国闭上了嘴 因为它需要中国生产的医疗物资 但美国媒体还在逼一逼 美国把大量的精力财力和人力 以及宝贵的抗疫时间 花在攻击中国方面 不但给中国抗疫斗争 带来了不必要的额外代价 而且严重损害了美国自身的抗疫效果 美国疫情大爆发后 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 以几何几速度增长 当时我也想给美国抗疫捐款 不多20亿 上面印证玉皇大帝 蓬佩奥亲手不用客气 很多事情历历在目 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本质有区别吗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释放善意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改姓了 但网上还是跟以前一样 美国的实际行动 连影子都没有 就已经有人信了 有的还是在网络舆论场上 挺有影响力的人 照样在黑中国 纽约时报前天就在说 北京确诊省激增 人人躲在家中 胜死封城 纽约时报话术是不会变的 你加强防疫 经济要玩 你放宽防疫 经济要玩 总之你要玩 难道美国人的命就不是命 纽约时报认为 死了一百多万人的美国 也算是岁月静好 中国有句老话叫 无视献一勤 肥奸即盗 美国向中国示好 说明他看到某些机会了 比如药企的大买卖 已经赚了上千亿美元的 美国药企会知足吗 怎么可能 要想做大生意 当然要用善意 营造气氛了 再花些小钱 不怕没有人来吹捧美国神药 美国卖神药 说明美国又有神药了 问题是 美国每周因疫情 还在死亡两千多人 为什么不先卖给自己人 牺牲美国人 保护中国人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病 接下来 一定会有赤美王俩 出来东拉西扯 给美国土之抹粉 帮助大家忘掉 2020年那张美国祖传支票 但请记住 能诈捐一亿美元的国家 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奉劝那些 将美国视为精神祖国的人 莫当牧羊犬 莫当硬生虫 要保持独立思考 中华民族只要团结一心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如果不是美国带头摆烂三年 全国疫情 或许早已结束 美国现在突发善意 我们当然要感谢 感谢他18倍祖宗